看到这条船 银灿灿的 全是我的待遇 这里是御兆奎山什么码头 我现在已经到这边了 这一团货都是我的 一定要小心点哈 我现在到船上了 走 看看今天的货 看看看看待遇 这个 漂亮不漂亮 今天早上补的 晚上到岗 这边 看看 这边还有点杂鱼 小屋子 皮皮虾 这种挑下来的待遇咱就是不要的 这个是银苍鱼 都是今天刚补刚上来的 哎呦喂 还得凉吗 这待遇 还得凉吗 看看 这边就是这个网子 网里面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有 这一点 两点半就走哈 其实现在渔民真的挺不容易的 晚上跟着潮水下去 然后跟着潮水再上来 在岸上都不吃饭 哇 跟镜头一样 哇 绝对 这边三条船一天能上个几千斤啊 大几千斤鱼 看看这个 哇 看到了没 看到了 真的相当漂亮 我去全是我的 全是我的 全是我的 带你们到船舱看看 这个就是咱们炒菜的地方 看到了没 其实就是一个锅 然后里面就是睡的地方 里面就是还船舵 其实在船上真的生活很艰苦 这些渔民 原来还有锅 有锅 那里没有锅吃啥 我以为带点咸菜店里 那不能天天吃咸菜 他们干脆体力活 也得烧点猪肉吃吧 这个船舱里面才是大货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框 来 我来看看 这边就是大点的带鱼 这一条不得大半斤 漂亮吗 太新鲜了 这种上午土的下午上岸的 晚上上岸的就是新鲜 像大船他们可能拉的过多 三四天四五天才靠一次岸 就没有那么新鲜 大一点的话就这么多呗 是吧 还是季节太早了哈 大的少 屋之间的小乌贼 这个乌贼其实也挺贵 但是咱不要 看 说紫线 哎呦 活的 这个活的 空壳软壳 这边大哥还上了几框的赤甲红 看这个个头 我去 超肥这玩意儿 个头 绝了吗 这一框是八爪鱼 这个是石头鲜 这边是大海螺 这边也是大海螺 所以说海里面啥都有 下面还藏了一框的蜡螺 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不要 现在只搞带鱼 先把带鱼全部盘回库里面再说 这个鱼头太漂亮了 有没有这边想吃 多年回家 那我下头在那里等 我们就赶海自己捡不完了 是不是 啥东西有自己捡的好吃 对不对 对 先把带鱼给他盘完 这一条船也考案了 上货了兄弟们 等我看看哈 一眼看下去就是大海螺 那边就是螃蟹 我感觉这一车也是以蟹子为主 海螺为服 带鱼不多 你信不信 信 我看那船舱 他就装不了多少带鱼 这个是蟹子 看看这个是不是很过瘾 个头不是很大的石头蟹 这一框也是 但是很肥 还有一只想跑的 随便捡捡 你绝对吃不完 又是一框大海河 真的比我拳头大 这个也是石头蟹 今天上岸的石头蟹价格特别低 20来块钱 确定是石头蟹不是缩子蟹 个头小 自己家吃相当晚 还是砍我的带鱼吧 看到了没 看到了 反光 这个还没有洗的 洗过之后更漂亮 个头 这还是小哈 两只才 然后这个才三只 这个就得四两多 带鱼的渔期它就是聪明啊 看到了吗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我们九点钟运到家 工人干两个小时 十点钟全部加工 就这么快 从下往上看看 除了个头不打大以外 其他的真的没有挑剔的 走 准备装车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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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